這一張討論大家就在想說 難道現在要做所謂的 這八大行業的女公關 相當不容易嗎 因為大家印象當中 這個女公關 她們一個晚上的收入 似乎都會比一般上班族 還要多很多 但背後真的是這樣子嗎 網路上就流傳了一張守則 上面列的滿滿29條 規定 而且規定仔細來看 好像有些真的是相當的不合理 比如說你上班如果沒打卡 一次就扣2000塊 哇 是不是就把一整晚的收入 給扣掉了呢 還有人如果遲到一分鐘的話 是扣50 遲到十分鐘就等於扣500 而且您看到這規定很奇怪 有些還說 耳環項鍊沒帶各扣50 指甲一隻手指頭沒做 就要扣50 那十隻手指頭都沒做 這個美甲的話 是不是要扣500塊呢 還有如果您坐台翹腳躺椅背 又怎麼了 居然要扣500 以及這個郭玉涵 不是看得很懂 他說這個禮貌運動未落實 說坐在霸台前沒有基本的微笑 居然還要再扣500 如果您遠離客人太遠了 沒有勾勾敵的話 也要再扣錢 甚至剛剛終於還有一條說 你跟客人之間唱歌 沒有配合快慢的話 也給你扣500 還有沒有幫客人拿杯子 同樣也要扣錢 最重的是這個 如果沒有報備離開的話 那麼當天錢就不會發給你 網友看到這29條守則之後就說 真心覺得這行業真的好辛苦 有人說這當中已經違反勞機法了吧 不過也有其他網友就說 別忘了這個行業根本就沒有勞健保 所以也不歸勞機法管 看到這個是有關八大行業的公關守則 相當難賺錢 那一般上班族可能也有些行業 也是有苦難言 我們看到這一張就您可以知道 是不是很多上班族可能也會遇到 明明表定早上就是8點上班 到下午的5點要下班 但是你的老鳥卻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提早20分鐘來到公司 也就是你7點20分就要進公司 那這樣的做法 讓有些原報相當的覺得不合理 他們就說他才領3萬2而已 居然要這麼早 而且還要提早來 那他就覺得說還要離職了 好 人資主管怎麼說呢 他就說 我們沒有這個提早進公司的規定 那你這個老鳥同事也是為了公司好 而且原報就很生氣說 你這人資的態度也相當的噁心 不過也有網友說 這要算加班費了吧 難道是提早到公司演給老闆看嗎 另外一個就是同事過生日 難道要一起湊錢分擔所謂的禮品費嗎 有員工就碰到老闆這樣的要求 他覺得一年當中已經繳超過5000元了 非常的不合理 其他網友看到這個例子 覺得相當奇怪啊 重點是這不是大家一起分擔的話 難道就不行嗎 送禮物本來就是應該是要主動意願的嘛 所以有網友建議他說 你還不趕快逃 甚至還有人說啊 這樣的方式根本就是假 說要買蛋糕的名義 真的在練才 以上是推波小型